亲子颁课程 笔手画脚 还要口说好话 桌上游戏 训练眼明手快 也要欲教于乐 颁奖名目更是推陈出新 表现优良的叫做董事长 慈激重视品格教育 教导敬天爱地 课程设计多元 还请老师教导如何利用天然染料做出各种花布 家长讶异 孩子原本不喜欢团体活动 没想到参加之后经常询问何时能再参与 行为举止明显改变 都是很用心设计的 把生活中需要的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 它融入在游戏当中 然后说故事啊 或者影片 戏剧方面 台上台下问答互动热络 在亲子课程中感受到爱与关怀 学习尊重与感恩 大爱新闻 珍善美之工 台中综合报道 下集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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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